花莲分局风川派出所远景15号晚间 在执行巡逐情务时 发现一部小客车没有依照规定开大灯 立刻上前拦查 不过这个驾驶却一脸慌张 而且还闪避警方不愿意签名 还引起了警方怀疑 而远景就发现说 在他的包包里头居然疑似常有枪支 立即请求支援 当场在驾驶的手提包内 起出一包瓦斯枪还有多包的毒品 花莲分局风川派出所远景15号晚间 在国联三路国胜一街口执行巡逻情务时 发现一部小客车未依规定开启大灯 立刻上前拦查 准备要开出罚单 只见驾驶人一脸慌张 紧抓着手提包 不断闪避还不愿意配合签名 引起警方的怀疑 果然就被眼睛的远景发现 驾驶人在包包里头疑似常有枪支 警方想做进一步了解 没想到男子却态度激动 场面一度失控 立即请求线上警力来支援 在盘查过程当中 发现该驾驶手提包内有疑似枪支物品 而且驾驶神色慌张 极力反抗 遭警方压制后 在其手提包内取出瓦斯空气枪 安非他命及海洛因等物品 巡逻远景原本是想针对驾驶人 未依规定开启大灯开阀 没想到却意外发现驾驶人 不但是毒品人口 还在手提包内 取出了瓦斯枪一把 安非他命两包 海洛因一包 全案依违反毒品 危害防治条例 移送侦办 而枪支部分 甚至会再做进一步的送宴 就许立群华联士报道 更多就可以了 水分我们的様子 解决